备受瞩目的知名作家于华 26日晚在抖音平台 开启了他的首场单人直播 这次直播 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主持人 或读者的互动形式 而是于华独自面对镜头 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一场 关于生活、文学 以及人生观的深度交流 其中于华关于女学生结婚对象选择的建议 最好找江浙南 成为了直播的一大亮点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他谈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以及写作过程中的种种挑战 随后 话题逐渐转向生活琐事 有网友提问于华对于现代年轻人恋爱和婚姻的看法 于华先是表达了对年轻人恋爱自由的尊重 但随后话锋一转 给了一个相当意外的建议 于华说 我给女学生说 谈朋友我不管 但以后结婚 最好找江浙一代的男生 会煮饭 会做家务 没有大男子主义 此言一出 现场内顿时炸开了锅 他进一步解释称 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 是因为江浙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使得这一地区的男性普遍更加重视家庭和谐 并对待伴侣更加平等和尊重 他也提到自己出生于浙江 对于江浙族的性格和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同 直播过程中 于华不仅详细阐述了这项建议的背后原因 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观察 为网友们描绘了一幅江浙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形象 他谈到江浙男性在烹饪和家务方面的出色表现 以及他们在处理婚姻关系时的平等和包容态度 有人同意认为这是现代婚姻观念的更新 也有人反对认为不应过度强调地域因素 作家在公共平台发表言论需谨慎客观 不管哪里的人都有会做饭做家务的男人 反之也是 莫想到这么有影响力的人都爱贴标签 还有人提出反面意见 别来 没有他说的那样好 我爸就大男子主义得很 也不做家务 而说到中国年轻人的问题 南华早报今天报道 虽然Trading Economics的数据显示 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美国三月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约8.8% 但相较于他国 中国三月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还不算最糟 像是西班牙则是28.2%末投入 意大利和瑞典同个年龄层的青年代业中比率 分别高达22.82%和22.3% 即便如此 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 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 主要是靠着外需带动 以致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达标 求职青年并未因此受惠 但内需尤其是消费还莫复苏 却是活络就业市场的关键 报道举例 36岁的许汉人苏昂软 因意在福建经营药品检测公司 今年特别北上到上海赵木新人 提供的待遇是 每月介于人民币1000元下同 约新台币4400元至6000元的非固定薪资 这个数字低于上海社会新鲜人期待 医药业的新给骑马 应从7000元起跳至12000元不等 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却收到超过60封履历 大部分求职者介于25至30岁 若干超过35岁 甚至博士高材生也来驱救 许汉人说 无法提供更多的职缺 因2021年公司从营收中的获利达60% 去年4月降至40% 投资人的资金已拖延两个月还没到位 扩大征裁只会增加公司营运的风险 甚至不排除人事缩编的可能 中国民企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是 中国税收于50%和城镇就业于80%都是靠他们贡献 而且民企在中国企业总数比重达90% 偏偏民企的信心尚未从大一三年 以及当局数年前强监管科技业和补教业的重创中复原 广东省提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彭说 民企对市场的信心低迷 大企业财源易增 而小微企业争财又瞻前顾后 凡此种种加剧就业的内卷 一项由北京大城律师事务所 针对中国1410家民企所做的调查显示 去年41%的民企营收成长 34%声称有减无增 虽然营收成长的企业比例较高 但49%坦诚 未来两年无意大举招募 26%不打算扩编 6%考虑裁员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 现年25岁的李寒清李亨秦 音译感受深刻 过去两年 这位人在上海的毕业生虽勤跑校园争财博览会 但明显发觉就业机会渐减 并说两年前丢了近100封履历 不断收到难以计数的面试机会 当时曾一天赶三场面试 李寒清感叹 今年完全相反 丢了不下300封履历 只换来5个面试的邀约 而且很不幸 最后都莫谈成 自存弱上海的就业前景依然这么黯淡 打算回江苏南通老家另谋出路 不过 中国青年就业难的情况恐怕将变得更难 因创纪录的1179万毕业生将于今年投入就业市场 势必更稀释原本以僧多周少的投入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称 将借由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 养老照护等领域技能培训 设法协助青年就业 但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去年11月指出 由于16至24岁年龄层的劳工人数 将由当前约9600万人增至2033年的峰值达1亿6100万人 凸显未来10年 青年失业仍将是中国急切的难题 与此同时 又因读大学的人数续增 以及当前不少毕业生萌生回家啃老的念头 以至找工作一星阑珊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预估 日后16至24岁年龄层劳工的就业参与率将走跌